开心!又见面了!分享区基卡的时间到了! 今天所抽到的是底下这五张卡 第一张太阳卡 打开心门 做心法将自身的菊 藉由和天地的相连 上纳间打开心门 才能够突破生生世世的问题 在实修实证中千年无解的课题此刻一次解决 太阳圣德导师 抽到这一张卡 看了 因为有太阳这本秘籍 异业是心所造成的产业 异业这个名词是 在佛家里面是在讲起心动念 异是自己心念所转 产生诸多好好坏坏的现象成为一股业力 人都有异业或多或少都会想一些事情 深浅与否各不相同 有些人会想好的正面的 但有一些人就会有负面的思维 例如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起了基督心 别人说话大声点就觉得不悦 与人互动中觉得没有受到对方的尊重 就起参怒心 这些种种都是异业 异业的后面是心在支持 所以修行要守住自己的心 没有好好守住自己的心 后面产生许多的化合物 都是心所衍生的问题 所以修心就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心量就是心的单位元 当你在单位元中没有任何发展的情况下 渺小的空间场就会让你在心中的诸多预题上产生 开始产生无法预测的强大作用力 即所谓的负能量 所以将心量打开撑大 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但有些人就是撑不大 再怎么努力 看到人事物就是不舒服 怎么办 此时就必须仰赖天地的力量 在做心法的过程中 将自身的菊借由天地的相连 上那间打开心门 你才能够突破千年以来 生生世世的问题 这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不同于一般宗教的所在 让你在实修实证中 看到千年以来 一指无解的课题 在此一刻 此刻一次解决 所以心很抽象 修炼心法也很抽象 但是这些眼睛所看不见的能量 确实都存在 只是在我们的单位眼里面 你实际上看不到 所以才称之为观想 不是没事要你去幻想 而是在你肉眼无法看见时 就有观想的过程中 将其画面切切地呈现出来 让你实际地感受到其中 所做的某种调整 为了使异业消除到最少 对于真理一定要 熟知 也就是人生的逻辑 首先必须要熟读地止规 落实地止规 是消除异业的第一步 地止规教导我们对人要和善 只要将内容输入心中 并且笃定地熟记 当你和别人应对之际 即能自动反射出和善的态度 但是如果你没有深刻记住 你的意义就有机会在其中运转 所以将人的部分做到位 之后某种局面 必须要靠天地的能量场 帮你调动 当然天地也会助你一臂之力 如此一来地毯是 清理一遍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前落 前落前后判若两人 因为中间的变化 将使你的身口意 及身心灵的对应上 有着脱胎换骨般的蜕变 有了脱胎换骨般的蜕变 将促进命运更加快速地转变 这就叫做不求制的命运扭转之后 你命才有机会提升 这一切在都只基于基本步骤一二三 但是能否充分掌握的确需要有智慧 你是否愿意面对现实确切地去掌握 这就是自己的抉择 但是抉择的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对应点 未来的结果是对或错 也是自己原先的智慧使然 所以修行勇猛精进 不单只在某一方面 而且是全方位地做到 做足才能 才堪称是圆满的修行 非常仔细地读着这一张卡 打开心门 确实要好好的去落实地址柜 步骤一二三 这样才有机会打开千年的无解的课题 这一张卡真的是受益良多 在第二张卡的部分 抽到的是灵魂疗愈 没有感恩的激发就没有真正的爱 越懂得感恩的美好 就越能体会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爱 进而产生共鸣甚至与天地相连 这对灵命的提升有所注意 当感恩的频率与波幅调整到最大 灵魂在那一刻就已经被疗愈了 太阳圣德导师 这卡也是告诉自己一个讯息 就是感恩的频率要再加大 融入生活渺渺感恩 不管任何人事物所看到的 我们都不能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完全的去感恩 同时一直发射感恩 不管仇人或是怎么样 这一直练到一个火候 自然而然就能够与天地同步共振 这就是必须要再加强练习的部分 第三张卡富有卡抽到的是 释出诚心和解 要用最真诚的心向负能量忏悔 忏悔过去的恩恩怨怨 即过往对负能量的种种亏欠之后 再发能够利益众生的愿 如此所产生的功德力及正能量 回向给你的负能量 才有意义 太阳圣德导师 也就是告诉自己 这张卡必须在好好的跟负能量谈 因为一忙工作等等的就有可能 没有照着自己跟负能量谈的部分 好好的去落实 所以必须负能量也给自己一个提示 所以这张卡也是告诉自己 再次的慎重的跟负能量好好的去谈 谈和再做行愿的功德回向给负能量 第四张卡所抽到的是 得香卡的部分 当个灵性的聆听者 不只是静静地当个聆听者 而是在彼此的互动中 自然地产生一种对应 这就是气质的散发 智慧的表征 美感的呈现 太阳圣德导师 最近发觉真的是讲了太多的话 没有好好的当一个聆听者 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因为言多必失 当一个临近的聆听者的时候 只要简单的两句话 可以对方一个回应 上那之间 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一股 气质散发智慧 美感 所以呢 这个一定要重新的在省思 调整自己的一个 行事风格 最后一张卡 所抽到的是 无是无非 很多时候 人们非常在意对 错的观念 即使两个人争吵 有对的一方 就有错的一方 然而事实 往往是 两个人都没有错 只是思考问题的 面向和机缘不同 太阳圣德导师 所以 抽到这张卡 也就是告诉自己 不要再用自己的思维去套住别人 因为这样子就是浪费时间 同时呢 容易造成对立没有爱 真的是 多重的划不来 所以 要好好的反省反省一下 包括地址柜的落实 太阳 太阳卡的部分 打开信门 这一个点 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再去省思一下 今天所抽到的卡 非常的 有感觉 这阵子的能量场 必须要再重新的再做一个 定位设定 因为 所有的都是营造 再加上设定 感恩大家的聆听 紧接着我们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即将来到彰化 彰化场 就是在4月28号 下星期日 在彰化县政府彰化演艺厅 中山路二段416号 非常精彩殊胜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 我们要广邀中部的朋友来共襄盛举 因为 超级生命密码 这一股 来自天地的能量 真的 非同小可 能够 接触真的是 要相当的有福分 确实 只要进入超马一段时间 男的帅 女的美 同时呢 事事如意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在朝着灵命提升这个方向 大家一直在努力 我们朝着让社会更和谐而努力 我们朝着为地球的安定而努力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祝福大家明天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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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